他們覺得有需要 你覺得談是不是錯 談不是錯 那個問題就是 時間的問題 如果共產黨告訴你 我們要在5.16之前 尤其是在2月11號 至到5.16之前 我們要跟你談 叫你去找他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辦法 很簡單,我給你提出一個反見 沒問題,5月17號開始 直到7月17號 接著我上去看細博 喂 多一個人跟你說 等於我 這個真是市井智慧 我跟你說,仁哥 我不行,我欠5千元 你給我行不行,那你現在不會借給我 如果我跟你不熟 5千元都沒有人信你 你再問我 沒得還,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 老共在這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看到我們中間的分歧 他在你那邊落藥 因為他在我們那邊也沒有 他都有,因為我們那邊的分歧 都是他制度出來的 他在你那方面做 就是說,不如這樣,今次換位 你去做那個稅客 就產生第一個所謂的原方效應 你回答了,我亦都回答 今天我不上去罵 看這個電台聽了的人 他就會有一個答案 無謂罵了 因為這個已經變成一個記錄 第二就是說 當你去跟他說的時候 他是完全 你沒有辦法跟他做一個反建議的時候 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一定要吃著的 你明白嗎 所以他現在就是這樣 其實 現在我想清楚了 我們是有原因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在這裏跟他玩 他都猜不到你會這樣 我們在那邊就 你可不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一下 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一下 正正因為我知道 現在參加公投的人 即是這個 公投運動的人 不是為個人榮辱 這個我相信的 在最後 我不同意也好 我第一次說 我是尊重大家的動機 只是一個策略的不同 這是真心說話 這是衷心所言 這是第一件事 好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要再看看 如果在五一六之前 是談得到的 當然投票可能會好笑 談得到還搞什麼 無謂激怒他 你也沒什麼所謂 已經成功了 到時候的功勞 說是誰都沒什麼所謂 我相信我和你都不是那種人 當時可能歷史評價就是 沒有長毛你都談不上 客觀上高就是這樣的配合 你不要理你主觀上高 有沒有什麼 我明白 你不用說 好了 如果到五月十六號之前 完全還談不上 是 那些人會不會有些表達 即是你的意思就是說 談不上就會投票 那時候是五月一六的 喂 那時候人大又什麼 到現在什麼都談不上 但是那些人可能會這樣想 都不定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世界沒有說 我又不能夠停車 因為你記住 那個 當然我不需要卑躬屈室 不過那個始終就是一個 一個阿爺 他又說自己是人大 他是一個主權政府 然後他呢 五月又要開人大會議 有很多事情可能人大又要決定 他是這樣說的 那我不能夠停了 那部車 關火 到五月一六才談 那就是不用談 別人覺得你沒有誠意 當然我現在做的事情 我跟大家講過 我不是很樂觀 不過我始終要表達一定的誠意 去談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覺得現在要去談 也不可以排除有個可能性 如果經過得到的 其實不是那麼難 那些事情有多少 交了多少事情出來 如果他真的有一個 話得事的人看著 是很快可以告訴你 怎樣做法 好了 如果到五月一六之前 什麼結果都沒有 那些人都會覺得 我是不是需要有些表達 那這個就讓市民去表達 不會一定壞了 絕對不一定壞了 好了 如果談得到的話 那些人就會說 哦 好了 頭不頭也無所謂 那這個你也無所謂 歷史上高 就會覺得 這件事已經成功了 我這樣看這件事 我聽完你講之後 我大致上 知道你說什麼 大家思考一下 我不一定對 不是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我就認為你不對 很簡單 第一 你覺得在五月一六之前 如果談到 我覺得基本上是沒有機會 為什麼 其實他們是三番四字電 是三番四字 是你們聽不到的 是 如果你有些不方便說的 就不用說 因為我知道談判的規則 是不可以說雙方認為不說的 這個不用說的 我是知道的 你認為不應該說的 你不用說 你會說我不會說 其實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說 他現在用那個策略就是 你用和你們談去衝談 或者用我最 比較重的語言 就是瓦解我們那個公投 現在你有個原念 就是五一六之後 還有可以談的 意思是公投是沒有意義的 你明白嗎 你要反過來想 因為我們封死了你的門 我們跟你不同 公道這樣說 我們是一個能子 你們是一個所指 因為你們已經指了一個方案 我們要盡早實行真普選 我們不是很充分的內容 因為我們公投不能說太多 所以你們那個能子已經指了 你們那個方案已經指了 你那個方案還要談 就是說我們那個所指就會被你受害 因為如果民主黨談到的時候 你就投了票去鎖死他 民主黨談都沒有意思 另外一個問題就在這裏 所以我會認為 現在最好的策略 因為我真是恕我不好意思 因為今晚是公開節目 因為講策略其實有時候是不能說的 很簡單 我會認為 你今天這樣做的時候 就全香港人有個懸念 當然你今天已經說了 叫人去投票 我很開心 因為老實說 一句說話 一個行動勝過一單光靈 一個表示勝過一單光靈 如果你加強力度 我更加開心 問題就是在於什麼 你們那個行為和語言之間 或者你的行為和行為之間的Pattern 是不太清晰的 你明白嗎